看了之后保证震惊你一年的手机 8848大地8849 来了 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的8849 手机中的战斗机 卧槽 这边还送了个金属支架 这里还送了个硅胶定制壳 卧槽良心啊兄弟们 这么厚的壳 这手机得俩什么样 卧槽 这里有一个军用皮套 咱们打开看看 真良心啊兄弟们 国产手机得学习 还有它自己的专属logo 仙人一边 咱们直接看这个手机 8849 大力出奇迹 直接就能撕卡 手一搓就能撕卡 包住我们的剪刀 这手机拿在手上跟大哥大一样 我去 你看随时随地都不忘记8849这个号 咱们直接撕开 包装 这后面这两个 手机拿的是金属的 这个面是金属的 你听到了吗 非常的扎实 拿爽跟大哥大一样 卧槽 这背后摄像头都挺多 我觉得我健身的无极之道 有被冒犯到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卧槽特别像黑沙子一个界面 而且这里面没有广告 卧槽 全都是这种必须用品 高级地图 微信 还有这个腾讯视频 卧槽 第一个应用就是库安 你敢信 我的设备 我的安卓13呢 人家 最关键的人家 还是12架256的配置 我操 这比今年的某家卖的旗舰机的配置还要高 我真的进来了 最关键的看这个 15500毫安电池 这尼玛比我充电宝电池还大 就是这LCD屏下巴是足够挺航母的 不过它刷新了宇宙里家 120赫兹 你去年的某旗舰机还要高出一个等级 那个投影才是把我吓傻的 它居然能用 我操 我惊呆了 而且你看 颜值很低 细平了之后它还能滑 我操 兄弟们呀 虽然它色差有点大 不过它又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震惊我一整年 兄弟 还挺清楚的 我现在拿着这玩意儿 真的是指哪头哪呀 哇 您在听话板上看都可以 实实证明我确实错怪人家了 本来真想买过来黑的 做个搞笑视频啊 我没想到确实还有一点东西啊 就你这名字8849 能不能凯一下呀 它还可以爆闪 哇靠 你看我这一个房间 是真的很亮 兄弟们这个 我受不了了 这边还有个极量模式 我刚才开完了 它不让我开了 还有一个你们绝对想不到的功能 看我这个房间现在是全黑的状态啊 全黑的状态 咱们打开这个手机的红外功能 好了 哎打开红外它默认屏幕量的最高啊 你看这个红外看的这么清楚 就是对焦有点不太好对焦 但是整体你什么东西是能看的清楚 包括这个房间里的各种细节 哇塞还是真的有点用的 机器底部有一个挡板啊 扣开之后 里面是一个耳机孔和一个C孔 它说是有IP68的功能 但是我还是不敢泡啊 因为毕竟这小厂嘛 对吧 杂牌厂 我是真不敢往水里放 也放了坏了 虽然这玩意我觉得它挺有意思 挺喜欢的 但是你把它带出去用 我真的能笑你一年啊 但是处理机器 采用的是联发科 K6 G99 你应该知道这什么水平 反正基本上正常的游戏 都是不太好的 但是仔细想想 这玩意儿给爷爷奶奶用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12加256的内存 大的这个灯光 还带这个红外夜视 前面还有这个K 大屏幕的投影 哎呀 IP68呀 屏幕LCD的呀 哇这个大扬阵器呀 还有这个15000环的电池呀 能让他们很长时间的 都不失联的 何时何地都能接到电话 配上这个大音箱 但是这种手机怎么说呢 现在把它放在市场上 注定它会消亡 有钱的富家子 可以去买一个买着玩 不建议正常的女主持人 关注小魔戏 吃烤 真是